荣耀30S深度评测 3月30日晚荣耀30S正式发布 这也是2020年荣耀手机召开的第一场正式发布会 同样是以线上的方式 作为荣耀数字系列的当头炮 在产品力方面荣耀30S可谓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该机作为抢眼的亮点 无疑是首发了麒麟820芯片 想必很多人一定记得去年7纳米工艺的麒麟810高光时刻 今年的麒麟820和荣耀30S表现如何呢 来评测一下 在关心麒麟820的性能之前 咱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荣耀30S的设计 毕竟颜值才是消费者构思的原动力 荣耀数字系列定位朝美 这次荣耀30设计语言 延续此前荣耀2DS上的蝶与纹理设计理念 并在此基础上升级工艺 打造出梦幻3D蝶与光效 简单来说就是视觉上 看机身背部的蝴蝶更为灵动更立体 实现的工艺有点复杂 首先在后盖内部注射充满渐变色彩的油墨 打印在第一层磨片上 并引入第二层PET磨片 再通过演射纹理技术 在透明的磨片上经过十几轮反复新微雕刻 利用极背纹理对光的折射和衍射 使整个照片绽放出梦幻光效片化 最后再使用3D大弧度曲面玻璃封装 主要30S采用的是一块6.5英寸魅眼全面屏 分率较2400×1080 纯屏的LCD屏幕 屏幕屏占比是90.3% 开孔位置比较靠近左上角 尽可能的不干扰用户视线 屏幕亮度是450尼克NTSD 96% 支持HDR10和电影调色技术 配合的是侧边尸体指纹解锁 在性能评测之前 先了解麒麟820的基本架构和升级之处 和麒麟810相同的是 麒麟820依旧采用了7纳米工艺制程 和顶级旗舰芯片保持一致 但不同的是 麒麟820是麒麟8系首款5G SOC 集成5G接待技术支持NSA和SA 全频段5G通讯 5G NR理论下行峰值速率达到2.9Gbps 5G NJ理论上行峰值达到1.2Gbps 今8205G CPU采用一个大核加三个中核加四个小核的8核心架构 并搭配了定制版的麒麟G576核心GPU NPU仍旧是亮点 采用华为字眼架构的新一代NPU G7算力是顶级表现 可见华为在AI领域的态度是在持续发力 他在异irst inclusive位置 Gund begin 的实际会议� к主胞让 manual就像 华为直规的东西 分个身体以上 或者是 tops长视际丶